大家好,我是阿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聊一下最近东北发大水的事情。 东北地区近期遭遇严重洪灾,然而这一场景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尽管目前已是秋季,按照当地的传统风俗,人们应该享受美味的饺子来丰富身体。 然而今年,许多东北居民却无法品尝到这道美食的滋味。 我们不难理解,面对洪水肆虐,生命安全才是当务之极,而食物变得微不足道。 2023年8月6日,吉林省舒兰市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导致三名公职人员不幸牺牲。 他们的车辆终于被找到,然而这三位勇敢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这之前,网络上流传了一段监控录像,记录了副市长洛生前奔赴一线的场景。 而最后的片段是这样的。 你不需要问我是谁,气象局副局长告诉我们,山洪行程的可能性是100%。 因此,你所经过的每个村庄都必须搬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务必坚决行动。 然而,没人曾想到,这段画面和声音将成为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印记。 如今,媒体再次报道,8月3日,吉林书兰市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周昆逊上校,因在救援被困群众期间牺牲,年仅46岁。 这位壮年英才的市区令人惋惜,他的事迹让人感动不已。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像猛兽一般凶猛的洪水,而这场洪水的元凶就是台风杜苏瑞。 杜苏瑞最初登陆福建泉州时,就展现出猛烈的气势,后来继续向北,对北京和河北造成了严重破坏。 尤其是门头沟,房山和桌州地区受灾最为严重。 由于影响广泛,即便不刻意关注,也能接触到许多相关新闻报道。 然而,在杜苏瑞离开河北后,他仿佛突然消失无踪一般,没有任何消息。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并非如此。 很快,我在网上找到了那段视频。 视频中,浑浊的洪水已经变得漆黑,带着各种杂物猛烈冲击着一切,无处不见昔日的痕迹。 在洪水中,有一座几乎完好无损的房子,整个被冲走,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 面对这无情的洪水,我只能默默祈祷,希望当地居民得以安全转移。 与此同时,视频中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焦急的声音,他介绍着现场的情况,这里曾是一片林场,现在啥都不剩了,车也被冲走了。 我站在这里,周围有四栋楼,乡亲们都躲在楼上。 听到这个声音,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看到的第一个视频并没有标明具体地点。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河北某个遭受严重灾害的村庄。 然而,视频中的口音,却和我的同事胡博有些相似,都是东北味道。 这让我突然想起之前一则新闻,说杜苏瑞可能会继续北上。 我心里不禁咒骂了一句,不会吧。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看到另一个视频上明确标注了地点,黑龙江牡丹江。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同事胡博的家乡,他在那里长大。 我赶紧把视频发给了他,他回复说他也看到了,非常担心,但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他还给我分享了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林场失联》,河流漫滴,东北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胡博告诉我以下内容,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对洪水的记忆仅限于1998年那次。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东北看到过洪水。 我也从未想过,东北会发生洪灾。 我猜很多东北人和我一样。 当我逐渐恢复了思绪时,我立刻联系了家人。 他们回复说,家里没事,让我不用担心。 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相信,毕竟报喜不报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接着,我联系了几个仍然在家的同学,得到类似的回答,家里目前还好,只希望雨能停下来。 同时,他们告诉我,视频中的地方并不是牡丹江市区,而是周边的市县东京城尔站林场附近。 得知同事的家乡没事,他的老乡也平安无事,我稍微松了口气。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大的疑问,这场洪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牡丹江的地理位置确实有些独特,这也让我对洪水的源头产生了疑问。 虽然我们常说东北三省是黑极辽,但牡丹江位于黑龙江的东南边,是中俄朝三国交界的金三角腹地。 因此,如果杜苏瑞在牡丹江搞事情,就必须经过整个东北三省。 然而,过去我几乎从未听说过东北发生洪水的消息,尽管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从业者。 更有讽刺的是,我还专门查看了一下网上的新闻,几乎没有关于东北洪水的报道。 这让我感到不解,难道洪水已经无声无息地淹没了辽宁和吉林吗? 但这真的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 如果辽宁和吉林遭受洪灾,人们会呼喊求助,媒体会进行报道,政府也会高度关注。 于是我上网搜索了一下,果然发现其实有不少关于东北洪水的报道,只是被其他热门新闻压盖得很严重。 至于具体是哪些热门新闻,我就不提了。 不过,当我打开这些报道后,才发现东北洪水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上志市的城区已经被洪水覆盖,大部分街道都消失在水下,仅有少数房顶勉强露出水面。 虽然城区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但这是在晚上临时接到通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来不及收拾个人物品,损失惨重。 这次降雨是上志市自195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很多地方的水位上涨超过了一米。 尽管城区相对情况较好,但上志市周边的一些市县乡村却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灾情。 一面坡九江村被洪水倒灌,整个村子与外界失联了两天。 由于信号不佳,道路严重损毁。 救援人员至今未能获悉村子的具体情况,施救极为困难。 而这只是东北洪水的冰山一角。 牡丹江周边许多县市早已被洪水淹没,人们只能躲在楼房的屋顶上等待救援。 牡丹江的水位因上游泄洪急剧上涨。 如今,市区已经面临着被洪水倒灌的危险。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是正常时的牡丹江大桥。 这是如今的牡丹江大桥。 为了防止河水倒灌市区,解放军战士已经沿河修筑了堤坝,并用沙带搭起了最后的防线。 然而,这道防线能否抵挡住汹涌的洪水尚无法确定。 不过,这次东北洪水中最严重的地方其实是武昌市。 因为连续多日的降雨,武昌市遭受洪水泛滥, 导致周边多个市县被淹没。 截至8月4日,武昌市已成功疏散了2万多居民。 但遗憾的是无法将土地上的稻谷转移。 截至8月4日,武昌市的受灾面积已达40963亩, 其中,水稻受灾面积占36549亩。 36549亩,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占地10.7亩, 而武昌市被淹没的水稻面积相当于3400多个标准足球场。 而这只是截至8月4日的数据, 实际损失可能还要更大。 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这场大雨意味着什么? 在疏散之前,一些村民录制了视频并上传到网络, 这成为我们了解武昌市洪灾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 有人拍到了洪水淹没稻田并冲入村庄的视频。 也有人感叹说,这场洪水毁掉了他们一年的收成。 还有人拍到深夜时村民赶着牛羊一起撤离的情景。 有人在留言中说, 已经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 还需要带着这些牲畜逃生吗?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此刻除了这些牛羊,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 他们本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引起一些关注, 但可惜事与愿违。 这些视频同样被信息洪流所淹没, 只有在热门搜索中才能看到。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武昌市的洪灾 实际上可能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在视频中, 一位农户表示, 庄稼泡水了, 再泡三四天, 有的就减产, 绝产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 水稻正在洋花期, 如果洪水一直不退, 水稻的育种将受到影响, 可能面临减产甚至绝产的风险。 一旦发生绝产, 不仅明年的粮食供应将受到影响, 粮食价格也可能出现波动, 而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黑龙江一直以来都被称为北大仓, 每年为全国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 武昌大米更是享有盛益。 正所谓, 全国大米看黑龙江, 黑龙江大米看武昌。 截至2022年, 东北地区粮食产量连续12年稳定在400亿斤以上, 成为全国粮食市场的重要支撑。 然而如今, 这个记录可能会因为这场无情的洪水而被打破。 但相较于这场天灾, 一些网友的评论让我感到寒心。 河北桌州的洪水导致许多仓库被淹, 图书行业遭受巨大损失。 当时, 许多网友在网络上表示支持, 愿意购买被水泡过的书籍, 而且对发货日期也并不太在意。 还有一些人表示, 这场洪水让社会的精神食量减少了。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 当东北洪水的新闻开始传开时, 很多人关心的并不是东北的状况, 而是担心未来粮食价格是否会上涨。 虽然这些评论只代表少数人, 不能以偏概全, 但看到网上对东北的各种恶意言论, 我的内心仍然会感到刺痛。 我一直无法理解, 东北地区一直承担着重大责任, 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之前的一些视频里, 讲述了东北几十年来短暂但辉煌的历史。 在那个视频中, 频繁提到了一个词, 共和国长子。 好像自从东北被赋予这个称号之后, 就要以大哥的身份主动承担重任。 当初, 东北几乎是靠自己的力量, 带领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但后来, 在经济转型时稍稍落后了一步, 没能跟上弟弟妹妹们的节奏。 即便如此, 东北仍不甘示弱, 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成为全国的粮仓。 在过去的三年里, 东北也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是救援队伍还是物资援助, 东北人的慷慨大意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当时有很多文章赞美东北, 说全中国都欠东北一个热搜。 然而, 东北人并未因此索取什么, 反而默默无闻。 这不仅是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责任担当, 也是东北人的性格所在。 如今, 洪水肆虐, 很多东北人流离失所。 而另一个台风卡努也正向这里靠近。 没人知道, 卡努会不会带来比杜苏瑞更严重的灾害, 但所有人都明白, 这场与大自然的抗争还没结束。 我的同事中有东北人, 我的朋友里也有东北人, 他们是我们的同胞。 我希望外界能够听到东北的呼声, 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即使能像网红李炮那样, 安慰一下他们也好, 你们再有什么事, 就多在平台上发视频, 大家都在关注你们, 别害怕。 东北人一直以来并不苛求太多, 只是在洪水肆虐时, 他们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相信, 国家必然会保护好东北的同胞。 不过, 我也要说一句, 温言一句暖寒冬, 刻薄至雨伤六月。 我希望网友们能对东北的同胞多一点关心, 即使不能给予太多帮助, 至少不要冷嘲热讽。 好啦,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 分享,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 谢谢大家 。 感谢观看